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有防视频的飞云 从这个礼拜的二开始 每个礼拜我都会有一个搭档 和我一起拍视频 他叫亚内克 那他是我的儿子 亚内克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亚内克 我现在大学周二有点时间嘛 所以我顺便来帮我妈拍拍视频了 要是有点陡的话 请各位不好意思啊 他讲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视频有点晃动的话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大家好 我们身后的这套房子呢 是Weston的房子 那么实际上呢 他是5月份才入场的 要到10月份才正式的叫Grand Opening 当然他现在卖房呢也是可以卖 不过呢 基本上是要到1月份到2月份的 之间才可以拿到房 原因是说他现在根本就没有电 所有的这边呢 都是一个情况啊 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10月份 如果在Britzland买房的话呢 他是有一个开发商呢 会有个5000块钱赠予给卖家的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Weston Home呢 他的价格呢 大概是在56万到59万 取决于这个房子在哪里 那这一套样板间呢 他是一个四房3.5位 那他尺寸呢是3114尺 目前呢有个跟这个样板间一模一样的 房子啊 他挂牌价呢是56万7 当然Weston Home房子呢 有的时候呢 他的价格呢 也还是比较的 浮动会比较大 但是取决于 呃 县房多不多哈 那这边的 物业管理费呢 是1200块钱一年 呃 地税呢是3.2 目前学区呢是属于 挖了学区啊 这一块都属于 那是CCC的 也就是说 如果是说对 学区有强烈要求的话 可能是不太适应 那么如果是做投资的话 这个社区也是超级好 因为他旁边呢 就是99号高速 去到亚洲城县很方便20分钟 包括你去到 呃 去到奥特莱斯开车的话 只要五六分钟 就可以到达了超级的方便 包括去Costco 290的Costco也是非常方便 但如果是去到中国城的话 大概是在35分钟之内 可以这么讲 这个地理位置啊 没得说 那话不多说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套房 那首先呢 我们看到的外表呢 它是实际上这个白色的墙呢 它实际上是漆了 白漆是捐了 那这个呢 就是石头 八尺高的铁翼门 那我们一进门呢 就是这种高条哈 这边是书房 三开门的玻璃书房 那紧接着过来呢 就是它的一个 半个卫生间 客用卫生间 在这里 紧接着呢 就是它的洗衣房 那这个洗衣房呢 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Western的它的理念就是说 洗衣房只是用来洗衣服 所以没有必要要那么大 所以每一个建商呢 它都不一样 那在紧接着这里呢 就是车库 两个车位的车库 这里是一个客用衣帽间 那紧接着呢 这里就是餐厅 这个餐厅呢 它就没有分主餐厅和早餐厅 它就是一个餐厅 我们叫combination 那这里呢 就是它的客厅呢 那Western的房子呢 它最主要打造的呢 就是这个高条厅 旋转楼梯 是特别特别吸引我们亚洲人 或者特别吸引我们华人呢 我个人也是挺喜欢 刚刚我儿子说 也说是非常不错 那在我们的右手边 这里呢 就是它的厨房 台面呢 它用的是石英石的 基本上像现在 稍微好一点的建商呢 都会用现在特别流行的 石英石的材质 那它的水槽呢 用的是陶瓷的 做饭的呢 它炉头 它是六个 六个头的 当然我们买过来的话 不一定 因为样板间 它肯定是升级再升级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客户在买房 甚至于在建房的时候 他说我建的跟样板间 是一模一样的户型 为什么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是 基本上要加30%到40% 往里面砸了钱的 讲白了就这个意思 那这里呢 这是它的烤箱和它的微波炉 那紧接着呢 我们就往里面走去看一下它的主卧 老实说这个主卧来讲的话 3114尺 它并不是算最大的 如果是咱们是要建的话 你基本上是可以加个飘窗 那如果是加个飘窗的话 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比如说像这个移门 去到卫生间的移门 它就是个妥妥的升级 那继续往里面走 那男女洗手台呢是分开了 我们又发现了 这个样板间呢 它也是以很多绿色的严肃在里面 所以我们讲今年的流行色 这个绿色比较多 其实上搭配还挺好看的 那有独立的浴缸和淋浴房 那这个淋浴房呢 是算比较大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细节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十面砖 它就是直接铺到顶了 那如果是我们建房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只有八尺高 那在我们右手边 这里呢就是它的马桶间 独立的马桶间 紧接着里面是衣帽间 那这个衣帽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铺成了十面砖了 那如果是说我们买的是现房的话 基本上它是替毯的 包括所有的房间都是替毯 除了卫生间会是磁砖 好 那我们从这边返回去 去到二楼看一看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棒扶形的旋转楼梯 它是非常吸引我们华人 包括我自己也是觉得很漂亮 那二楼呢就都是地毯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楼梯看下面的感觉 确实是很宽敞 实际上虽然是只有3114尺 但是它的这个公用的这个区域 是非常的 上面积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这个设计理念 那紧接着我们来到了楼上的左手边 可以这么讲 这是它这个游戏房 游戏房并不是那么的特别的大 那里面就是它的叫家庭饮房 刚刚我儿子说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里 我想大概就是可以躲在这里打游戏 对吧 所以它这个位置特别好 当然如果是家庭喜欢看电影的话 也是非常棒的 那紧接着我们就往里面走 那这边呢 就有两个房间共享了这个卫生间 那这是其中的其中的一个房间 当然都会有一帽间每一个房间 ok 那么在这里还有另外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是尺寸的 跟另外的一个是差不多 那么我们继续往前走 那来到右手边就有一个独立的房间 也就是说它是自己的套间 那这一路门的右手是它的卫生间 那紧接着这个是它的 你可以这么讲楼上的套间 那实际上它的房间的空间也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后院 当然我们的后院不一定跟样板间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不太会是这样 比如说像外面的阳台露台啊 它就是升了级的 如果是说Standler的话可能就只有这么一块 那这个呢是有做升级的 好的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评关注转发 如果您有房在舒适顿需要卖卖出租管理 请联系我们 我是飞云 美国舒适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